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有關聯水資源的分類跟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我們知道台灣的話地理的環境非常的特殊 基本上我們的風水起流大概在每年的5月到11月份 這段時間的話因為有颱風的關係 所以整個降雨量佔了整個一年的降雨量大概佔了7成左右的降雨量 另外如果在南部地區的話大概甚至達到9成 所以會造成說整個氣候的台灣的情況之下 在夏天的時候比颱風季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限水的關係 可是常常到我們到了冬天的時候常常會有限水 或是春天的時候會有限水的一些危機的存在 那因為我們的水量大部分都集中在這些時間 所以會造成說我們的水的流會相對的速度比較快 會比較直接沖入到河川裡面進入到大海裡面 所以它在整個的停留在台灣島上面的一些時間的話 停留的時間相對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我們要把這水淋水把它收集起來 再用我們使用的話相對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在水資源的管理上相對會相對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麼也了解到整個降雨的一個情景喔 從雲朵這樣子之後這樣形成降雨之後再濕過這些山 那排放大海 那剛好提到說因為我們的山非常的陡峭 所以在整個的這些下完的雨 如果大概排放到大水之前 如果沒辦法被保留下來的話 基本上台灣的水資源就會相對比較少一點 所以在就這樣子 那之後在流到這些大海之後 在經由在本的太陽的一個震發進行喔 會變成雲喔 那之後再生成一個這樣一個的循環的一個動作 那換句話說整個水資源是這樣子 在一個做一個循環的一個動作 可是這個水資源如果能夠保留在台灣喔 大概只有在這一段部分喔 代表說這個水下在台灣地上土地上 那在等到它流到大海之前喔 這段時間才是台灣這些水資源可以運用的一些時間喔 那我們大概整個來了解一下整個水資源的一些分布情形喔 那整個地球上的水資源喔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的淡水大概只佔了2.53%喔 大概整個的97.5%部分都是所謂的鹹水部分 這是我們比較難去佔用的喔 那整個的淡水部分的話 基本上都包含了冰山、冰川喔 那還有一些地下水等等這些喔 那還有荷博的水等等這些喔 那在整個可以用的部分的話 這部分喔冰川大概佔了1.8% 將近1.7%、1.8% 那地下水大概佔了0.8% 那其他部分呢 荷博啊、水庫啊等等這些喔 基本上大概不到1% 所以這個量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可以從整個基本上看喔 地球的水資源其實淡水資源其實是非常的有限喔 大概只佔了2.53%喔 這個其實量是非常的少的 這個部分喔 OK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喔 整個可以使用的水資源大概剛剛有講喔 包含了地下水喔 那還有地表水 那地表水部分包含了剛剛怎樣這些部分 包含了降雨、河川、冰川、湖博、水庫 還有地表的淨流以及海水的大部分 那剛剛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含水的大部分 剛剛我們有介紹到說 整個地球的水資源部分的話 大概97.5% 大部分都是屬於鹹水喔 那這些鹹水的話 我們是不能直接飲用的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海水淡光的方式的話 可以把這些鹹水變成淡水喔 那我們就可以增加水資源使用的一個清洗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地下水的部分喔 所謂地下水是在地底下面喔 那我們看到這個整個土地 那下面可能有一些寒沙塵 然後有一些寒水層的部分喔 那所謂地下水它有一個定義喔 那地下水是指流動或是停滯在地面以下的水喔 那這些通常是存在一個飽和寒水層的突破裡面 或是一些延時的空洞 空氣當中喔 那它主要是經由降雨、降水 還有地面水的 還有一些地面水啊 包含一些湖泊跟河川這些部分喔 OK 那另外的話地錶水 地錶水就是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喔 那一般地錶水是指說這些河川啊 湖泊或是水庫的水喔 那因為剛才我提到喔 台灣的地形非常的陀峭喔 所以河川大部分都不會很長喔 所以只有在暴雨季的時候 這些河川就有大量的水喔 那這些大量的水因為我們的山很陀峭 所以這被很多大量的水都會順著 傳到海裡面去喔 所以這會造成很長時間的一些固案和一些進行 那另外地錶水喔 那地錶水的話基本上喔 它地錶水的儲存喔 會跟著整個全球的融化的情形喔 氣候變成喔 還有整個山頂來亂扛伐喔 那整個河川的進行量非常失能喔 所以這個導致說整個台灣目前的話 在地錶水水用上面的話 乾激跟激激的時候落潮非常大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降雨喔 那這樣的時候大家也知道喔 台灣的水之前說 基本上是非常的不足喔 雖然我們的降雨量很大 可是我們可以把水保留下來的人力非常大 所以造成台灣的水水很不足喔 那這些水不能不足的部分喔 除了大自然環境之外 台灣的一些森林的爛崗等等 也是造成的一些因素喔 那另外 如果我們雨季節不顯著 或是颱風相對比較少的話 相對的化身確實的機會比較大一點喔 所以換句話說 颱風雖然對台灣有一些部分的一些傷害喔 可是適度的颱風帶來一些分配的雨量 那雖然除了它造成傷害之後 其實也帶給台灣有一些雨水的可以使用等部分喔 那換言之 如果颱風是一些比較輕微的一些颱風 其實對台灣不見的事情會壞事喔 那我們再下來看一下台灣的降雨部分喔 那台灣的降雨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分部不是很均勻喔 因為在整個的話 台灣的話基本上降雨大部分 都是在我們的東方部降雨量 相對會比較多一點 那整體而言北部跟東部的部分的降雨量喔 它的降雨量是大於它的蒸發量 所以基本上它的水質的相對是比較充足 比較沒有差喔 那可能在中南部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它的降雨量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煤油氣前跟夏天 那我們整個乾淨大概有半年以上喔 所以這些如果我們當初 如果儲存的雨水量不夠的話 水庫的儲存的水不夠的話 可能會在乾淨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缺水的一些情形發生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的河川 那河川的淨油是指台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水資源喔 那地面水資源的話 大概提供喔大概將近60%的用水量 那跟世界來相比喔 那台灣美人 平均美人每年可以用到的淨油量 其實是相對很少的 相對很少 那台灣平均美人可以獲到的淨油量 大概是3200一方米喔 那是世界平均值的大概2.7% 大概世界平均值的3分之一喔 大概世界平均值的3分之一而已 那我們再看一下冰川喔 那冰川基本上是在高尾度地區 或高海拔地區的一些冰 那因為大氣降雨多形成一個固體型態 那經過一定的厚度啊 你要等等這些變成一個冰川 那這些冰川的部分的話 大致以冰的方式儲存喔 那可是目前的話 全球的軟化也造成這些冰川的一些融化 那這些冰川融化的話 相對會造成海平面的一個上市 一些負面的一些影響 那第四個部分是我們所謂的湖泊的部分 那湖泊的部分 湖泊的水位也是會隨著季節變化 那當湖泊處在年最低水位的時候 這時候整個所需的水量 就是當年的蓄水量 那湖泊水量就有變動性的一個特點 那取決於各補給因素的一些季節變化 當雨水量相對比較多的時候 湖泊就可以儲存比較多的雨水量 那我們看一下喔 那在整個台灣的一些水質量的部分的話 目前台灣市水上最大的一個湖泊 就是我們的日月潭 那湖泊具備有黃紅、蓄水、灌溉、發電 還有公公等等的一些功能 那目前日月潭是台灣最大的湖泊 那它是在海拔736公尺的地方 那整個面積的話大概有8平方多米 那最大的水深大概是27公尺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自然生態非常豐富 所以也是整個一些外來生物的一個淡水 活泊之一的一個來源 那第五個部分是所謂的水庫 那基本上所謂的水庫就是蓄水的地方 那也是提供台灣水資源可以保存的 也有最好的地方 那整個的台灣重要的水資源測試裡面 所提供的供水量大概佔整個用水量的8% 那這些水庫最有調節這些苦水級 或是沖水期的時候的一些調節這些功能 可是現在碰到一個問題是台灣的水庫 現在很多常常都有一些預期的問題 所以造成它的水量可能只有當初 當初實際值得大概6-70%的部分 所以後來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把這些水庫的印譽 快速都把它清除完之後 可以讓我們的水庫的蓄水量相對比較多一點 OK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目前的水庫部分 大概在北區、中區、南區各有些水庫 那北區部分包含一些翡翠水庫、石燈水庫、寶山水庫 那在中區部分包含了永和山水庫、明德水庫、宜潭水庫 德基水庫、烏射水庫、瑞坦水庫、湖山水庫 那在南區部分跟高雄比較有關的 這主要是正溫水庫跟航空殿水庫 OK 那我們看一下喔 目前台灣是怎樣最大是正溫水庫 那它整個設計量的話大概達到 大概達到七萬五千萬地方米 那這個水庫的話基本上位於介意性的一個大鋪裡 那整個材料是用土石壩的方式 那整個壩高的話是大概133公尺 那整個長度的話大概400公尺 那滿水的話可以蓄積1724公頃的一些積水 可以作成積水、防潤、灌溉等等的這些 用出的一個水庫、多公穩的一個水庫 OK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喔 那這個是另外的幾個水庫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目前的水庫的雨季的情形 我們看一下原本以水深水庫為例喔 它原本設計值的話大概是4.06 那當它到雨季大概2000年的時候 雨季大概有將近百分之4.6% 那這時候它的水庫的蓄水量大概是3.87喔 那到2009年的時候預計量大概降至快6.5% 所以它讓它整個蓄水量大概降低 只剩下3083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另外在石森水庫一樣 它的預計量更嚴重 到達到2009年的時候 它的預計量大概已經到達31.65%了 換句話說在整個石森水庫部分的話 它的水庫整個蓄水量只有原本的6.70%而已 那我們再看一下剛講的重溫水庫 那它的雨季量大概2009年的時候已經高達大概34.3%了 所以它的蓄水功已經從7.48降到4.91喔 那另外還有一個蘭茂水庫喔 它的預計量大概也是將近快40%了 所以它的蓄水量也從1.58降到0.97 所以從這邊大概基本上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基本上可以大概認知說 整個台灣的水庫的一個情形喔 大概預計量大概都有30-40%的預計量 那未來如果沒辦法把這些淤上淤泥把它清除的話 真的會影響到整個水庫的一個蓄水的一個能力 OK 那第六個部分是所謂的地表激流的部分 那這些所謂的地表激流是指雨水或是冰水流後 產生這些水流的部分喔 那這些表面激流的話 可能會因為一些突然吸收保護水沒有辦法吸收 所以就會有形成這些不透水的表層喔 那會在這個表面上流動 就是所謂的激流 地表激流的部分 那第七部分是所謂的海水淡泥 剛才我提到 我們的水汁鹽的話 97.5% 大部分都是鹹水 那可以用的淡水的話 基本上是2.0%不適合 所以如果有辦法把這些海水把它淡化變成一般的入水的話 相對會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整個海水淡化部分 是提供了整個飲用水跟濃溫水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有時候這些使用鹽的話 可以來做成一些副產品 可以是拿出一些副產品 那目前海水淡化的話 基本上在使用的地區的話 大部分都用在極度垂水的地方 大部分是中空地方也很多 那一些 因為海水淡化所需要的人員啊 人量啊還有成本的話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基本上在比較不富裕的國家的話 它的使用量相對不是那麼的高 OK 那所以從這個課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要了解一下 台灣的水資源雖然下雨的量 雨量相對是大的 可是因為台灣的地形的陡峭的關係 所以下雨下下來的這水雨水 大部分因為河川的非常陡 所以它流水就馬上會流到大海去 所以在整個去水能力的部分 需要再加強的 可是我們的整個水庫的淤泥量的話 大概也都喊大概將近有百分之三四十的運力量 所以如果這些水庫沒辦法 有需要把這些雨水把它蓄積下來 將會造成台灣的水資源的一些潰滑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用水的話 看怎樣做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在生活上 不要有缺水的一些情形 那整體來講的話 水資源的話大家有提到 水資源的話在未來20年之後 它可能會比石油更加的昂貴 那句話說 你去看你現在在外面超商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你去外面買一瓶礦泥水 它的價值其實是比你去教養專家的有還要貴 那這是為什麼對台灣來講 水資源更需要受到大家來保護的目的 那今天的課程就簡單介紹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接下來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些台灣水資源的一些困境 一些意義指導 跟水資源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部分 那你們知道 剛剛提到 台灣的地理位置的話 大概是在那邊有集結區 那也是在西太平洋的颱風的路徑上 所以常常都有台風的產生 那這些颱風的話 對我們來講一個負面是會造成 好大雨的話造成一些河川啊 林鄉土石的一些部分 那強大的一些地氣啊 都會造成一些海浪 所以在英南的地區都是非常的危險 那今年的話相對颱風的影響會比較多一點 那颱風基本上對台灣的影響相對還是蠻大的 那可是台灣的話如果又沒有這些颱風或是沒有下雨的話 其實會造成台灣很多水資源的一些困難的部分啊 讓你們看一下啊 那台灣的話連雨量其實基本上是非常的豐沛 那可是的話重點是什麼 我們水是留不住的喔 那為什麼我們的水留不住 第一個幾個原理啊 第一個我們山坡非常的多強 下雨下到山坡地的時候 這些山坡山坡地的時候 這些旅水就馬上通過河川 就馬上跑到五百而去喔 所以基本上這些停留的時間很多了 所以使旅水留不住 第一個是台灣的水庫開發不容易喔 那台灣的水庫可能要經過黃秉等等這些 民眾的爭利等等這些 所以要開發一個水庫其實不是非常容易 再加上目前的台灣的水庫 基本上都有預期的一個情形喔 大概都有30-40%的一個預期的情形喔 所以基本上比較有方式 就是如果把開發水庫的情況 是在把這些淤泥都把它清走之後 相對的就可以舒緩一下 缺水的這些問題喔 那第三個點是地下人床 那台灣人口數相對的 當外面積上面的人口數其實相對是比較多 所以我們洞水量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我們河水旗跟風的旗緣 滿不均勻的 我們基本上我們台灣的雨水旗的話 大概在梅雨季節的地方 大概五月的時候 那甚至在台風這段時間 所以基本上台灣的洪水旗的時候 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份的時候 那另外的話在過了十月份之後 基本上台灣的降雨啊 台風量基本上大部分的減少 所以要有辦法在利用在十月之前 把該有的水把它輸出到隔年的使用 才不會倒成雨水的部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這是整個國際的一些情形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世界平均每年的一個降雨量 每年的連降雨量 那發現說台灣的降雨量 一年的話大概兩千 將近兩千五百 2500 那菲律賓大概兩千四 那日本的話大概一千七而已 那印度的話大概一千二 那你看台灣的降雨量是基本上排量 排量是非常高 那全世界平均值大概只有將近一千而已 問題的話說 台灣的連降雨量基本上是全世界值的 將近快有兩倍是三倍的 2.5倍的空間 可是我發現 如果把這些降雨量分配到每個人 可以得到的雨水量之後 我發現什麼 台灣每人每天每年可以分配到的一些雨水量 基本上台灣大概只剩下四千多 四零星 七四 那世界平均值大概兩萬多 大概近兩萬多 換句話說台灣的降雨量是世界值的三倍 可是我們每個人分配到的雨水量的話 大概是世界值的大概是五分之一而已 大概是五分之一 所以就是有點換俯次的一個情形 那麼大的一個降雨量 可是之後在台灣裡面 我們每個人可以分配到的雨水量 即將會是我們全世界平均值的五分之一而已 那我們看一下喔 台灣地區剛才我提到 台灣地區每年的分配在水量 基本上全世界分送過來的話 大概五分之七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每人每年可以用到雨水量的話 基本上大概只有1000地方米而已 所以基本上台灣是屬於一個缺水的國家的情形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為什麼會缺水的一個部分 那剛才我提到 第一個是水資源 苦水期跟風水期差異性非常的大 那風水期的話是佔了全年降雨量的氣成 那河川的話基本上台灣的河川面積 大概佔了台灣面積的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當豪雨或是美雨來的時候 會常常造成一些淹水跟疫情的一個現象 另外在海岸部分 因為西部的海岸一些坡度比較緩一點喔 所以海水比較淺 那東部的平原比較窄一點 所以海水比較深 所以當然這些因素 那整個台灣的地區平均每年 大概有2000毫米的一個雨水量 基本上應該是雨水量應該 水資源應該是步於吹髮的一個部分 那可是的話剛才我提到 最主要是台灣的人很多 那山坡多橋啊 也是大部分人集中啊 還有河川很短等等這些缺點喔 照常說整個雨水下過 架在台灣的話 很容易就會隨著地表的浸流 甚至河川直接跑到海洋區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人總是認為說 可以用的水好像越來越少 那基本上有這幾個因素存在 發援了一個環境的污染問題 還有爛砍爛法 都市效應的問題 還有降雨型態的這個改變 造成我們都感覺上 好像廠長的所有有幸福的一些危機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一個所謂的環境污染問題 台灣的話今年來 人口的增加 還有工業的發展 帶來很多的污水的污染 這個情形 那這些污水都沒有頭上的處理的話 那很多排框結果都會超過 承受水底的一個自盡能力 那會造成整個的自來水的水源啊 農業啊 漁業的水 還有休息的用水造成一個損害 會影響到台灣的水資源的部分 那基本上 台灣的河川的污染的來源很多 化一些家庭的污水的污染 那還有工業廢水的污染 還有農物業的一些廢水的污染造成的影響 那目前的話 紅寶都有在思考 所以對這些工業產生的廢水 或是農物業產生的廢水 可以再把它拿來回收在地 可以減少一些台灣水資源補助的一個部分 那第一個是家庭污水 那家庭污水主要包含洗衣的排水 或是廚房的用水 還有浴室的用水等等這些 那浴水基本上原本是乾淨喔 直接排放到河川裡面是不會污染到水源的 可是一般的家庭污水 基本上要必須要經過處理之後才能放油 才不會營養到一些河川的水質 那一般的話 現金國家基本上都把國家都把這些家庭的污水 納入到下水道系統 污水下水道系統來做處理以後 才做一個排放的部分 那目前台灣的污水下水道的系統 建設的還不是非常好 未來的話政府也積極地去多建設 污水下水道的一個系統 來處理家庭產生的污水污水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是所謂的工業廢水的部分 那工業產生的一些廢水部分的話 大部分裡面都有一些有很多東西 那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經過處理 就直接排放的話 基本上對我們水底的傷害是非常的大的 會造成一個環境的危害 那目前針對工業排放的污水 那紅包署部分都會推動污水的這些 污染的一些改善機構 那可以進行解決這些工業廢水的污染 的損失的一些問題 到一些這些廢污水可以圍縮在應用的部分 那第三部分是農物業的一個廢水的一個情形 那農物業活動大部分都是動物的排泄物 那這些排泄物有經過妥善處理之後 就去排放的話 可能會產生很多大量的一些冰霉菌 或是有機的物質進入到水底裡面 那會造成一個環境的一個污染的部分 那目前台灣很多除了養住戶之外 還有養雞、養鴨、養鵝等等這些 農業、木業等等這些都有這些相關的一些 污染的問題都需要一些 來做一些解決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 可以讓肯浪泡的部分還有都市消耗的部分 那基本上在植物比較茂盛的地方的話 那它的一些自然區域的話 它所向下的雨水會經流植物去吸收把它攔截 那只有少部分的水會由地表淨流的方式排放出去 那大部分被植物結入的雨水 那就會滲入到地下水或是形成地下水 那用健康這方式可以保住地水保留素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喔 當雨水下下來之後 可以透過這個樹去把它保存水 這樹根等等這些都會去做一個吸水的一個動作 把這些水儲存起來 那可是因為現在植物相對比較少 所以這些儲水的功能也被減弱了 所以造成整個缺水的一個危機 那另外一個方式所謂的 陳生的一個熱倒效應的部分 那隨著都市人口面積的增加 人口增加那不夠擴張說 你現在很多土地的話 原本都是一般的土地喔 那現在的話都變成都架了一些水泥地 又是國有等等這些不透水層 那這些不透水層的地方越多的話 就會阻止水往下流這個深入的地 不然就會說當雨水下來的時候 它整個水流會直接排往海邊去有沒有 沒辦法整個繼續在地下層的部分 那這也是造成的目前吹水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的話 另外的話 是在城市裡面的話 因為大家都是可能天氣相對比較熱一點 那除了它可能有國有等等這些喔 那民眾的話也都是吹冷氣喔 那你在家裡吹冷氣的時候 其實它產生的熱源都是往外排放 所以會造成外面整個溫度相對比較高 造成所謂的熱倒效應 造成這樣水不適原的一個普遍 那第三個部分是所謂的降雨型態的改變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降雨型態的改變部分 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喔 第一個是時間上面的改變 基本上原本是降雨量是希望它一整年平均的一些降雨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在運用水濕源的時光之下會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在台灣的話 基本上降雨它不能夠集中在短暫的時間內降雨 那在降雨的話太過為集中的話 第一個會造成水源太多會造成一個洪水之外 那相對的你一下下那麼多水喔 其實基本上台灣的土地或是台灣的水庫 可能沒辦法濃到那麼多水的情況 在很多水氣也是會直接洩洪排掉 而且這樣子降雨量就沒辦法對台灣的水資源有所的貢獻 那這是時間上的問題喔 降雨量太過為集中了 另外是空間的問題 降雨量的話我們希望向下的水水都是集中在水庫去用 那未來的話只要用在水庫區的話 那雨水下下游的話才可以藉由這些水庫來把這些水蓄力起來 那因為我們原本下在水庫區的這些水 那下在水庫區的下游或是海上或是林地區用 那這些雨水下的再多 其實你沒有水庫把它蓄力起來的話 它的地理位置不見 空間的位置改變的話 那你的水庫就沒有達到它的蓄水的功能 所以降雨量這樣子的部分 降雨的時間的改變太過為集中 也許下雨的地方位置不太對 不對的話造成水資源的缺乏一個部分 那我們如果去對水資源的一些困境 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那以下有四點的措施 包含第一個 加上水資源的管理 第二點 下水道的興建還有接管 還有家庭污水的一些處理 那把這些生活費水可以再生在意 那第三部分是可以增加造引人命機 那第四部分可以保護生成的地下水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部分 加強水資源的管理 要有效的調配值跟管理台灣的水資源 不要減少一些水資源的浪費 那可以更多也可以提高水資源的使用的情形 那比如說現在政府可能有在推廣的 你可能自來水進來都是很乾淨的水 那你可能洗完手的這些自來水 下面可以有一個聖結的部分 那這些洗完手的水 或者是可以拿去澆挖等等這些動作 或是家裡裡面在洗完米的 甚至下的那些洗完米的那些水 其實也可以拿去做一個澆挖這個動作 減少這些水資源的浪費 讓這些水資源在被丟棄之前 可以多次的使用 那第二個部分是下水道的興建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的一個整個下水道的浦居的景色 我們看一下整個台北市的浦居率的話 從民國93年的話大概50%到102年大概72%而已 其實浦居率都要非常高 那整個新北市的話大概只有60%浦居率而已 那所以換句話說 一般的話在整個國際上面的話 基本上整個下水道的部分的話 大概浦居率大概有達到90%以上 所以這也是台灣目前需要更加積極的部分 第三個要去增加噪氧的一個面積 森林的話不但可以涵養一些水土 那另外可以調節一些水資源 減少一些土飼料的部分 那另外有蓋種很多的樹 那這些植物的話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減少溫室氣體的一個小異種 那調節整個汽油讓整個環境感覺到比較不會香 都比較不會那麼熱的部分 所以多多的噪氧的話就可以減少這些危害的產生 那第四部分是保護一下生存的地下水 那台灣早期有很多農業的話 就是操縮地下水去做一個公幹 那其實慢慢這種行為都已經被人家禁止了 那地下水的使用基本上必須要限制在可以自然回復的範圍內才去用 那用比較價格政策或是抽取額的管制方式 跟節省的部分來保護整個的地下水部分 避免說有一些農家 那他為了要去做公幹 那對於地下水抽取上比較便宜 所以他就操縮地下水 那當這些自然的水沒辦法去補出地下水的時候 就會造成地層的下限 其實各位同學大概了解一下 台灣整個在整個的西班部的雲林駕翼的地方 常常都有一些地層下限的關係造成 那目前的話這種情景也相對被人家禁止了 所以比較不會有一些操縮地下水的情景 OK 讓我們看一下整個水資源的環境要怎麼去應應 其實最主要是要看整個氣象怎麼去領導 那自然界裡面的氣候的變遷 是全球整個都必須去面對的課題 那我們只能順應氣候的改變 那加上水資源的一些經營跟管理的方式 那人為的不當破壞 可能就可以去藉由嚴格的一些規範或徹底執行 才可以提高整個油效的效率 來進行一個改善的一個部分 那就是所謂的大一致水流 那這個水流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沒辦法去擋住水的流方式 我們要順著水流方向去把這些水人 打到一個最好的利物的一個情形 OK 那我們看一下整個水資源的一個政策部分 那整個由於全球的一些人口跟境界的持續發展 那對於水資源的需求相對比較高一點 那為了解決水資源的部分 各國都有進行幾個大方向 第一個是市場機制的引進 第二個是環保意識的一個決心 主要是有兩個大方向 那在整個市場機制的運作部分的話 再顯示說整個讓水價的合理化要去復賄 歐洲水錢的交易等等的趨勢 那這樣子在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水的價格之外 也只能夠實際反應他的水的成本的情況之下 大家對水資源的使用上就會稍微比較節約一點 那以目前台灣的水資源來看 基本上市場水公司跟各位家庭所收的水費 基本上都低於他的處理的成本 所以換句話說在整個水費那麼便宜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大家的浪費的部分 那有這種機制的話 讓他整個水價回覆到他該有的一個價格的話 或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減少大家浪費的部分 那另外第二個部分是環保意識的提升 那使得這些水資源的政策 都會優先考量跟對環境的一些衝擊的部分 那其中對水資源的要求 還有核川生態的維護 還有地下水操作的限制 環境水的保留 都會跟一些環境保衛都帶來一些相關的一些影響性的部分 那我們再提出一下水權 基本上水權可以廣告第一為享用或使用水資源的一個權利 那各國水權的管理制度化的行程 更應做主要是目的要透過水資源財產的一個界定 保障水權用水的一個權利 那同時也規範了相關入水的一個方式 那整個各國採取的一個水資源的分配跟管理的策略 基本上包含了下面這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政府的行政的管制分配 那第二個是水水費的徵收 那第三個是用水者的參與分配 第四個是水權的交易的一個機制的部分 那麼看一下 那根據整個經濟部的部分 那有列入下一任八項 如果水資源的方向的應用措施 那第一個 加強節約用水 第二個 改善現有的一些水資源設施的一些應用 並改善跟加強水資源的設施的應用 那第三個是現有區域性的水源聯合的運用 第四個是地表水跟地下水聯合的應用的情形 那第五個是興建藍沙驗 藍河驗 那提高核酸的一些進入的使用率的部分 剛才我提到我們的核酸都是太走敲了 所以可能流雨水直接敲到核酸之後就流到大海去 所以如果做進行一個藍河驗的話 可以把一些水把它攔接下來 第六個是加強集水序域的保育 跟水源燃養的一些工作 那第七個部分是建立農業用水的移用 那機動的調整農業的用水部分 那最後一下第八個是在最小通用的情況 是在進行水源工程的一些計畫部分 大概有這八個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喔 那在整個的調度部分 台灣的水資源的政策部分 在調度部分 今天部水水組大概基本上 已經完成北中南山區的一個水率取流部分 來加強整個區域的水資源的土酬分配 那也來增加水資源的利用的一個效率 來建立一個水資源的區域的經營的體系 那基本上大概包含這幾個部分 那包含第一個 引以用溶液溶液用水補償辦法 那促進整個區域的水資源有效的一個調度的部分 第二個是地表地下水的一個聯合的應用 那第三個是地下水資源的水 分區域及總量管制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部分 是有關於整個原理 用這些溶液用水的補償的辦法 促進整個區域的水資源的一個調度部分 那我們這邊可以大概了解說 整個水庫的新建 雖然可以把這些封水期的水把它去下來 在枯水期的使用 但可是有時候考量到它盡力消油 沒辦法擋到反自白的缺水 因此在整個吹水期的時候 還是要用到吹水這個調動 才有辦法去減少這個吹水期 對人的一個生活 還有經濟社會的一些影響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整個的水對運行部分 是希望在於工業部分 能夠提升一個有善的環境 讓工業在生產過程上 會不要想要有吹水的問題 那在溶液的部分 可以達到一個潤水的一個安全的一個用水 那對於民生部分的話 也希望說在整個的水資源的廣工之下 能夠讓民生用水 可以能夠相對的是比較優質的一個水質 那它的水量也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不要影響到民生那個部分 所以希望藉由這用水的調度的話 讓民生工業跟農業的話 用水都是可以相對是比較安全的一個部分 就不會有水資源的產生 OK 那第二個部分 是有關於地表地下水的連的運用 那基本上地表水跟地下水各有其他的優缺點 那如果能夠確實的掌握它的優劣性的話 規劃設計一套可以互相優缺一點 可以互相互補的一個連的運用模式的話 那這樣子可以對整個水資源的利用價值 可以提升很高的一個層次進行 那第三個部分 是地下水資源的一個深區分泊跟火治 那在整個台灣的地下水 基本上豐盒市區 那其中有佐水溪的沖山基亞還有屏東平原 宜蘭的還有花東鳳谷市區最為重要 那只有在西部的沿海地區 因為地下水超粗造成不良的侵襲 那這個部分需要加以控制 避免說因為地下水超粗造成地層下限的侵襲 甚至於變嚴重 但地層下限制它的水位 它的地層下限我們知道 它反而它的水位是第一水平位 那個海邊面一下 所以當然海水有倒灌的侵襲 或可能會造成海水倒灌整個的沿水這個侵襲 那台灣以往的水自然偵測主要是在新建水庫 或是大型的水自然建設為主 那這是以前的一些做法 可是近年來的話 水利屬的話 水自然在這裡修正為調度管理為優先 去改善限的一些設備 不要為了說水自然不夠 我們就去蓋水庫 或水自然不夠 我們就去蓋一個儲水的設備 那其實可以通過一些 改善目前限流的一些設備 以及加強限流支援的一個使用率 那除此之外還可以新建一些小型的藍合液 來改善整個河川水的 跟取水的一些問題 那在整個這些東西都沒辦法進行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或許才去考慮到 新建一些重大型的儲固水庫的部分 那剛剛上一堂課也跟各位同學提到 台灣的水庫基本上大概已經都飽和了 那在新建這些水庫之前 或許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把水庫的這些瘟尼都把它清走 那水庫瘟底把這3-40的瘟底把它清走之後 代表這些水庫的去水量就可以提升了 大概將近3分之1的水量 那這些部分都可以減少一些水資源的一些衝擊的部分 OK 那整個的 整個部分 21世紀的話 基本上是大家所謂的一個容許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議題 那水資源的推動的話也是一樣很重要 缺水的時候 在工廠裡面 缺水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生產 在農業缺水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廣改,就沒有農產品的產生 那在西風雨也是一樣,那在民生的部分的話 如果今天缺水的話,可能會造成各位同學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水資源的話,基本在也是一個永續發展的一個議題 那它包含了永續的經濟、永續的社會、還有永續的環境等等這些 那可以建立一個持續性發展的一個政策 讓所有這些水資能力可以讓國家來共享 包含經濟的讓國家有一個很好的經濟的成長 那也提供我們的社會的進步 那也事實上,我們對水資源的保護也是在做一些黃金的保護的部分 所以換言之,整個的世界上的趨勢的話 對水資源的愛護其實相對是比較爭拚的一個做法 那可以讓這些水資源可以活放的使用 讓我們的生活上不要有吹水的一些問題產生 那簡單就到這裡,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接下來,為各位介紹一下台灣的水資源的一些案例的一些介紹的部分 那我們包含幾個 包含一個美容水庫的一個開發案 還有一些補散水庫的開發案 還有奇奇蘭,還有驗對一些水庫的開發案 還有河川的部分的一些案例等等 所有的說明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美容水庫的開發 基本上是一個失敗收藏的一個案例 那台灣這樣的樣子均勻的特性 那在南部更加的潛出 基本上大概每年的5月到10月是風水期 那11月到隔壁的4月基本上是酷水期 那這個風水期跟酷水期的雨水量 其實差異性是蠻大的 所以要讓整個高屏地區的風水量很穩定 所以在整個民國80英領的時候 行政就合訂了美容水庫這個興建 那興建的機能的話 大概就計大概是470億的部分 那這是美容水庫的一個預定地 那美容水庫基本上是水泥地潮的一個水庫 那主要是利用風水期的時候 把老榮溪的一些 引擎的一些河川的一些聖女的水量 那儲存在水庫裡面供佈水型來使用 那從民國80英領的合訂到最近 因為地方那些質疑啊、抗爭等等 基本上都沒有保存去這個推動 所以一直來跟各位提到說 整個水庫的興建在台灣 基本上不是一個很明明的事情 我有將這些水資源頭上的管理 那這樣我們就不需要一直在興建水庫的部分 OK 那基本上會有人會反對水庫興建的一個理由 包含了第一個水庫安全 那一些客廈無法的一些距離 還有環境的無保生態的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水庫的安全問題 那基本上這個水庫的話 美容水庫的話 它基本上位置是在地震斷層上面 那所以有人會擔心說 整個在地震斷層的時候 當掛噴地震的時候 可能對這個水庫安全會有疑異的 那外面會造成湯巴那個時候 可能會對於下游等民中的生命財產 會造成很大的危險部分 那另外的在美容水庫部分 它是有一個客家劇情的一個地方 那客家的融化基本上深耕到 深耕於土地跟老物的一個活物化 那水庫會吸引了很多都會來的一些資本 那可能會腐蝕到他們的一個老物的機制 漸漸會長到美容客家的融化的一些 根源的一些命脈的一些 一些融化的一個傳承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 整個環境生態的保護的一個問題 那整個水庫的興建 基本上地點是全世界獨立物的一個混沌水庫部分 那也因為已經執迷了生態的一些蝴蝶庫 可是在這個整個地方的話 它有一些生態部分 那未來的話 整個在興建水庫之後 可能這些蝴蝶它的氣地受到影響改變的話 可能會去跑去別的地方 那這部分對生態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危險部分 所以在整個環保生態問題 會造成一些水庫的興建 會造成一些溫暴的一些問題 那第二個案例是 就是這個福山水庫的一個開放 那這個開放案基本上是屬於成功 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這個整個開放案主要是在 努力要是為了解決雲林地區 地面水源不足 還有監緩整個地層下洩的部分 那整個完工後 跟季節燃熱宴 做一個聯合的運用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水庫的話 基本上可以提高整個雲林地區的供水的穩定 帶動區域的發展 剛一直跟各位提到說 整個國家的發展 如果當你吹水水 之前造成一個吹水的星光之下 你會造成讓你的經濟發展 會造成你的赤字有做的清醒 所以當整個雲林地區的話 供水温定的話 相對於它對於區域的發展 相對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整個福山水庫的計畫 是在90年而定的 那或因為土地的關係 還有深入風暴的關係 的因素 那同一展規到105元完成 那整個均費大概是200億台幣 那這是當一個地方清醒 那福山水庫的話 基本在衛帶左右 北港溪的支流 梅林溪的一個上游 那整個均費的確認面積 大概將近7平方公里 那蓄水量的話 大概5000萬地方米 那屬於泥潮的水庫 那在清水溪 清水溪的 垢草桶頭的藍河宴裡面 譬如藍區的整個清水溪的 剩餘的水量 那把這些藍河宴 剩餘的水量的話 再引去在水庫裡面 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OK 那 當初整個反對清淨水庫 這個理由是一樣 那認為說 整個環瓶的程序 有嚴重嚇失 還有清淨水庫 不是非常脫切 那還有水庫的清淨 也有過愛生態的經驗 基本上 整個水庫的清淨 大概有一個問題 大概是大部分小異 那我們看一下 整個水庫當過清淨的時候 有人認為說 它整個環瓶程序是有問題的 那 整個在 五山水庫的環瓶的草帥 沒有提入 當初 不僅沒有提到八色鳥 這些珍貴的物種之外 那在九二一地證明之後 有時候重大的環境因子 都有改變過了 那包吻一些整個的 清水溪的上游 有崩塌 對水質啊 其實有的影響 那都沒有進行在後續的一個評估 換句話說 當初環瓶可能早期的時候 經過九二一地證明之後 整個地方都不一樣 應該再同意再做一個調查 可能當初是沒有的 經過一個 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調查 那另外的話 整個清水系的上游 上游部分 風山地區 都已經有嚴重的一些土資料產生 那 七二的水災 還有土資料 都已經造成把這些 液體把它填平 那未來可能會擔心 民眾也會擔心 會發生比較嚴重的一些土資料的行情 那第三個也是一樣 清淨水不會破壞生態 那剛剛我提到 那在當地的話 有一些很珍貴的一些巴塞鳥 大概講這樣 巴塞鳥的照片 那巴塞鳥密布是高的地區 那另外的話 這個區域的話 基本上還有97種的鳥類 那五種的特殊種的一個鳥類 那它這種是特有的一些亞洲種的部分 那保育類的總部的話 基本上還有23種以上 那這些 有一些保育級的等級 都比這些巴塞鳥的物種要更高 等等的這些動物 那因為這些生態的水庫的話 基本上都對這些生態造成影響 所以那些動物的話 可能讓生物的氣力會造成影響 所以它又對它很負面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三個 按鈕 是不是其實它在驗水庫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知道 佐水系是台灣整個最長的一個河流 那整個水庫的枯峰也是非常懸殊 取水不是很容易的地方 不穩定 那整個風水期的話 取水跟飲水的設施 常會造成洪水沖滅 那可是當在枯水期的時候 常會有搶水分配水的一些困擾 那因此才會有所謂的 共同飲水的方式 來解決這些水是有不足的一些問題 OK 那這是吉吉來台驗的一個水庫的一個工程部分 那整個吉吉來台驗的一個水庫的一個工程部分 那整個吉吉來台驗的也是在外圍南投圈 吉吉 吉是鎮的桌水中油 在一口那邊 那它這個整個霸體也是用 鋼丘霧霸的做一個結構 那整個 藉由台高水位 營用河川的一個禁油水 來供給夏老德兩岸的一些 包含了彰化漁民的熔液光蓋用水 以及部分的一些漁脂用水等等 那基本上這個水庫有經覆了整個水水區 水平的一個水平的同桌調配的運用 以及連合運用等等這些水質的 就是支援的一個工工的樞紐部分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個 河川的汙染的案例 那我們可以知道 整個台灣地形 那上面有很多的河川 那發現說在整個河川的部分 那整個紅色的部分代表是受到雲中汙染的部分 那黃色部分是屬於中度汙染 綠色的話是屬於輕度的汙染部分 那藍色的是指沒有受到的汙染部分 那其實從這個圖上我們可以大概了解 整個西班部的部分 大部分工業區非常的淋漓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 我們的河川區以來 基本上大概很多河川都受到嚴重的汙染 或是中度的汙染 那相對在台東花蓮的部分 基本上工業區相對比較少 那另外汙染的相對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說它整個河川 大部分都是沒有受到汙染的一個親切 那麼看一下水利息的一些統計資料 發現 台灣整個106.50條的中南河川裡面 沒有受到汙染的大概佔了66.1% 那有輕度汙染的話大概7.8% 那中度汙染的話大概23.5% 那嚴重汙染的話大概2.5% 那其實相對的嚴重性也相對蠻大 OK 那我們看一下整個汙染的 所以汙染的快遇是整個河川受到汙染的時候 排出來的河川的水的顏色都會不一樣 有很多附近會不同裡面的中間屬不一樣 或是環流的有距離不一樣 造成它的汙染顏色也會不一樣 那歷年來統一資料顯示 沒有受到汙染的河川也會越來越少 換句話說整個河川的汙染的問題是相對越來越嚴重 那這些河川的汙染也會導致我們河川的水質 沒有辦法去進行一個在內流 剛好提到說我們的水資源的話 不然一下雨下下來降臨水部的這些水資源之外 那另外這些水到河川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利用南河驗 把河川的水把它攔住 可是當這些工業的汙水都沒有處理完 就是把它排放出去之後 這些河川的水基本上也沒辦法拿來 這樣民生流服的使用 會導致整個河川的水質也不好去使用 所以相對我們可以用的水相對越來越少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整個河川的汙染的部分 那這個照片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整個工廠附近的河川這些溪流的水 基本上大概呈現一個紅色的部分 那這是在公司相對的自由回收廠 那這個工廠它是一個合法的回收業者登記站 那也有廢水處理的設備 可是業者有時候就是有一個僥倖的心態 想說我這些廢水要花點去處理的情況是這樣 我就不經過處理就把這些汙水把它排放出去 那排放出去之後它裡面的水就直接被淡 那機查人員剛好經過的時候看到 那藉由環保局來進行採用 我發現說它其實都是一件工廠產生的這些廢水 沒有經過處理就直接排放出去 那這裡對我們的水資源的傷害也蠻大的 那第二個案例喔 這個水是成了有點偏像綠色的那種感覺 那這是帳戶河美鎮的一個排水的一個資料 然後發現整個河川的話基本上都變成綠色 那也是一樣喔 上游的不肖工廠趁著下雨的時候 下雨天的時候機查人力相會比較少的時候 就可以偷偷偷排工廠產產生的一些工業廢水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這些水的話金茶症就具有香味毒性 所以這些水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可能不想被人家喝刀嘴 喝刀嘴的話就會人體的傷害很大 那這第三個案例喔 是發光面溪的部分喔 那我們看它主要的污染源 包含一些生活的廢水 還有事業的廢水還有畜牧的廢水 那這三大污染源都有 那基本上這些廢水都沒有處理完 就排放到這些吸油的話 就造成整個河川的污染的一個清洗了 那未來的話也是要加強這些河川的一些 加強它機場的頻率 還有減少這些工廠排放的一個部分 那也推動整個偵測整個下水道系統 那還有蓋一些入廁所部分 可以減少一些農業廢水的一個排放 對環境的一個影響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剛剛一直提到說 水資源基本上是全世界的資源 未來的話除了人員的資源之外 水資源是全世界大家積極在爭取的一個部分 那3月20號是所謂的世界水資源日 那主題是包含了一個水資源跟有趣的一個發展 那將一些水資源 水資源跟健康工業人員跟兩者的部分做一個聯繫 那以一個有趣的角度來做全面性的檢視 那希望透過這樣之外 可以喚起大家對於水資源的重視 那最後也希望說藉由這樣的課程 讓學生對於水資源的重視更加重視 在用水的時候可以增加水的寵物使用的測數 那減少水資源的一個浪費的情形 那以上說 謝謝 。